字幕提供 歡迎收聽《古惑仔》 今天會跟大家分享一些漫畫故事 如果喜歡聽這些東西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或者轉記給有需要或者喜歡聽這些東西的人 那我們開始吧 今天想跟大家介紹一套東西叫龍珠 大家都很經典,即是龜波氣功等 無論你是甚麼年齡都會聽過 這套龍珠我想說裡面的兩種絕招 第一個就是戒王拳 戒王拳是主角悟空的絕招 這個絕招是他在故事發展到他死了之後 他在靈界界學這個絕招 然後復活之後他就出來用這一招去對付比達 第一次見到這一招的時候都挺震撼的 因為他在一段時間裡面 把自己可以推到有10倍的體力和速度和攻擊力 但是事後他又會有10倍的受傷 我覺得這招都可以說是香港人 或者我自己某一個階段的寫照 好像那些東西做不完的時候 就會出戒王拳 把自己用多些體力、用多些時間、用多些速度 去到快點做完它 希望可以透過燃燒自己然後做完一些東西 但是發覺原來都做不到的 於是慢慢我覺得自己都有一些轉變 龍珠的故事裡面都慢慢發展到他有不同的絕招 那就是另外一招 元氣彈 元氣彈就是當悟空不夠打的時候 他就會舉起雙手 然後呼籲旁邊的人 甚至是全地球的人 希望所有的人類、花草、樹木、動物 都分一些氣給他 這些力量就會收集成為一個光波 然後悟空就會把這個光波逃出來去消滅敵人 我覺得這一招的浪漫是比起戒王拳更正的 在我自己越來越長大的時候 我覺得這一招就好像比較浪漫 因為這招是有所有人的參與 這個力量不只是自己 而是要透過很多人的努力 很多人一起去分享他的力量 才可以做到更大的事 所以我覺得我自己的工作生涯 或者我生活上 慢慢都會有些不同了 由戒王拳 一個相信自己 努力就行了 用多些時間 用多些心機 這樣就會做到的了 慢慢發現一個人的力量真的有限 我們是需要 集合多些不同的人的力量 多些人一起 就會一些事開始有些改變 所以慢慢除了要想自己 或者相信自己之外 我想慢慢發展到就是 更加需要相信 有更加多人的力量 以及不同的人一起分享 一起建造 一起去到互相分享資源 資訊 這些東西才會有改變來臨 不知道為何突然想分享這個 不過我覺得有時候漫畫 都不同階段去看的時候 都會有不同的感覺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無厘頭地說一下 悟空的兩招絕招 不知道你們喜不喜歡看龍珠呢 又或者你們喜不喜歡龍珠的故事呢 可以抽一些我深刻的東西 去到說一下 因為龍珠現在還在做的 最新的那些叫做龍珠超 那今天講到這裡了 不知道你們對龍珠 有沒有什麼感覺 或者這兩招絕招 有沒有什麼分享呢 如果有的 歡迎你去留言給我 又或者喜歡聽這些東西的 歡迎你like comment 或者是share 這些東西我們可以再繼續分享 今天講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